被认回豪门那天 贾千金警告我 你的父母是控制狂 这个家会让你窒息 确实如此 他在热搜上做代报小花时 我被父母关在学校上课 他随意挑偶像剧女主时 我被父母安排在文艺片里当女配 他和鼎流炒作真情侣时 我被父母安排一轮又一轮相亲 红毯相遇 他朝我摆臭脸翻白眼 豪门生活很窒息吧 可是后来 我脚踏实地拿下影后奖杯 他演技稀烂被观众唾弃 我嫁给世家少爷地位稳固 他怀着油腻顶流的孩子 跪在我面前 哭着求我收留 我吃笑 我怕这个家让你窒息 所以请你滚远点 故事开始 你的亲生父母就是个变态控制狂 我早就受够他们了 被认回豪门的第一天 贾千金江可治在我耳边警告说 江福 这个家只会让你窒息 而我终于自由了 江可治踏出江家别墅的大门 投入顶流明星持垢的怀抱 别墅区的阳光下 江可治毫不避讳地与持垢接吻 甚至主动把外套半脱下来 我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没想到在粉丝面前 装成情楚男的持垢 私下玩得这么开 一双温暖的手挡住了我的眼睛 我转头看去 是我的亲生母亲林望蓝 别看 会长真眼的 母亲眼里流露着 对江可治的失望与寒心 高中就能跟人在厕所发生关系的人 做出这种举动也不稀奇 江可治已经坐上持垢的跑车 他朝江家最后看了一眼 眼里没有不舍或感激 只有恢复自由的快意 和我难以理解的挑衅 跑车乍接的声音 响彻别墅区 十分扰民 他跟江家已经没关系了 父亲柔了柔眉心 叹气说养了十八年 养出一个没教养的白眼狼 到底不是亲生的 养不熟 他慈爱地摸了摸我的脸颊 幸好 我们的亲生女儿找回来了 我和江可治出生时 被医院抱错 人生错位二十年 江家心疼 我在外受的苦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 来欢迎我回家 也向整个上流社会宣布 我才是江家唯一的真千金 宴会上 只有哥哥江辰 闷闷不乐 你哥哥以前对假妹妹可好了 林家的小姐林珊珊 偷偷告诉我 少爷圈里都说 要不是有兄妹这层关系在 他们早凑一对了 不过可惜 江可治的眼光实在太差 高中的时候 居然跟校外的混混乱来 还是在肮脏的厕所里 被搞大了肚子 还是你哥哥 瞒着家里人带他去打胎 照顾他的身体 后来东窗事发 也是你哥哥替江可治挨打授罚 现在那个混混演了不枉剧 抱成顶流了 江可治又舔着脸 去当舔狗了 则则 江家好歹书香门第 养出这样的廉价恋爱脑 都快成笑话了 林珊珊摇晃着杯里的香槟 善意地提醒我 幸好她是个假千金 江福 你可要为江伯父江伯母 挣回脸面啊 江可治有一点说的没错 父母的控制欲确实很强 尤其是母亲林望兰 回到江家之前 我已经靠自己 成了圈内小有名气的女演员 也能接到大平台给的女主剧 趁着暑假 我本应该进组拍摄桃花摇 林望兰翻了桃花摇的剧本 当场否了 这种剧毫无价值 说是平台S级项目 导演团队和演员班底都有问题 有什么拍摄的必要 母亲气场非常强 一句话直接把我的经纪人 宋姐砸猛了 可合约已经签了 江福这次是大女主 这是她出道以来 接的第一个大女主 可以毁约 赔偿金将加出得起 妈妈 可这是我的第一个女主 我小声开口 林望兰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 正因为是你的第一部女主戏 所以一定要谨慎 听妈妈的 这部剧不能接 看出我不太开心 林望兰打开电脑 电脑主页全是我出道后 出演过的大小角色汇总视频 甚至有我早年群演的片段 我不知道 它是怎么收集得这么全的 我把你的表演片段 拿给戏剧学院的张教授看过 教授说 你的生态行表 还可以再进一步 明天开始 去戏剧学院 闭关重修表演专业 成功的父母 对儿女最大的价值 就是让他们少走弯路 妈妈不希望你 再在烂剧里 消耗自己的灵气了 母亲说的没错 我的大部分作品评分都不高 始终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除却导演团队的问题 我自身能力不足 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我没有拒绝她的提议 前年二十年 我走过的所有路 都靠自己摸索 孤身一人跌跌撞撞野层 撞得头破血流 千难万难 才闯出一点名气 回到了江家 正如妈妈所说 她和爸爸都会引领我往成功 正确的路上走 哪怕这条路会长一点 林望兰见我肯听话 欣慰地笑了笑 又将我抱进怀里 我总觉得妈妈有些伤感 后来听管家说 妈妈也曾经这样 费心地为江可知规划事业 可知小姐叛逆异常 根本不听夫人的劝 曾经为了跟那个混混约会 撬了几十万学费的表演补习班 她还曾在饭桌上 为了那个混混 跟家里大吵一架 说这个家令她窒息 说夫人是个 会逼疯孩子的控制狂 管家摇头叹息 夫人是一片苦心 可知小姐 多少有点不知好歹了 我心中暗自较劲 母亲对我严格要求 是希望我能有一份真正喜爱 并引以为傲的事业 我绝不能让她再失望 林旺兰调来 江市集团的法务和公关部 协助我的经济团队 对之前接的所有网剧项目 进行价值评估 最后评估结果是 那些项目都有各种爆雷隐患 所有通告都被母亲做主 违约推掉了 而我得到的是 戏剧学院插班生的名额 张教授是全国知名的表演老师 这一年 你沉下心好好进修表演 既然你想当好演员 爸妈一定在背后全力支持你 我被送进戏剧学院 早八晚九的补习专业课 给我上课的台词老师 是业内顶尖配音演员 教我演戏的是 影帝恩施章教授 教我琴棋书画的 是一节课十万的顶尖艺术家 刻余时间 我被母亲强制要求 每天阅读两小时 只有文化底蕴深厚 才能读得懂角色 演得好人物 母亲说 妈妈希望你每一步 都走得踏踏实实 与此同时 江可知每天都在 以代曝小花的名头花式上热搜 她虽然离开了江家 却没有改姓 她扬言不靠豪门 却知道江这个姓 能让业内人误以为她 还是江家人 在私资源的时候 占据优势 热搜上全是 江可知蓝色头发 江可知恋情 江可知破碎感 江可知午饭吃了牛肉 等粉丝 自嗨的话题 江可知的吃喝拉撒 都在热搜上 随便点进一个话题 都是她凹造型的美图 网友乐此不疲地喊她大美女 说她今年必报 今天来上课时 表演教室围满了人 一打听才知道 是剧组来学校取景 而拍摄的女主 就是江可知 张教授带着我去 隔壁的表演教室上课 课上到一半 就听到隔壁传来 江可知和男演员 大声笑场的噪音 我心不在焉 张教授拍着我的肩膀 告诫我 小福脚踏实地提升自己 才能走得更远 我点点头 认真上行体课 下课后 我去围观了现场 听到有群演 嘀嘀咕咕小声骂 说只拍一场戏 却安置了一个早上 所有工作人员 陪着江可知不断重来 等导演都不耐烦了 江可知才端正态度 勉强过了一条 江可知正被粉丝 围着要签名 片场所有人 也都喊她知己 说不羡慕是假的 原本我的步伐不比她慢 现在却被母亲 勒令在学校苦读 事业停滞不前 江可知也看到了我 等粉丝散去 她站在我面前 挑衅地笑了笑 听说那个女人 把你所有的剧都推了 你现在在学校上课 我没有否认 她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得意洋洋地炫耀 你知道吗 我今天一早上 就赚了二十万的片酬 你上了一早上课 你又收获了什么 我早说了 那个女人控制欲很强 那个家只会压抑你 实话告诉你 离开江家后 连空气都是自由的 啊 可是我挺享受的呀 江可知朝我翻了个白眼 真千金又怎么样 你永远比不上我 江可知有得意的资本 毕竟前二十年 她靠着江家背后扶持 积累了丰厚的粉丝基础 即使她成了假千金 依然能吃着江家 给她的隐形红利 享受着属于当红女星的风光 她在粉丝和导演组的簇拥下 不乏高傲地离开 在大学校园的上课时间 任由粉丝欢呼尖叫 有个保安走过来提醒她 有些专业在进行期中考试 让江可知约束一下粉丝 不要大吵大闹 影响学生考试 江可知摆着一张 臭脸看向保安 眼神刻薄 嘴角一撇 翻了个白眼上了自己的车 保安一脸尴尬 低声骂了句什么 被粉丝的尖叫声淹没 下课后 我接到宋姐的电话 小福 快回家来 大俄视频的理智片 拿了封银令的剧本来找你 我双眼猛然意料 封银令是近几年 大俄视频开发的 重点大女主项目 封银令援助故事精彩诡诀 拥有大量书粉基础 改编电视剧的消息 传出后备受瞩目 如果能拿到这部剧的女主 我的演员 事业一定能弯道超车 我赶回家时 封银令的剧本 已经在母亲手里翻过一轮了 客厅里气氛有些压抑 宋姐不敢说话 理智片似乎如做针毡 小福回来了 是为了剧本的事吧 剧本我看过了 导演班迪我也找人做了背调 林望蓝搂了搂肩上的披风 眸光锐利地盯着理智片 封银令的原著 是一部探究女性成长 自救的文学作品 但你们剧本改编 却偏重男主 还把女主作为女性的高光剧情 全部挪给了男性角色 编剧这么爱男 改什么大女主文学啊 母亲是985大学文学系的教授 早年因为江可志做了演员 为了帮女儿筛选作品 她的研究方向 从纯粹的文学理论 变成了影视批评 她眼光极毒 只看了剧本的大纲和前五集 就抓住了编剧企图 蒙混过关的漏洞 理智片一脸尴尬地争取 江夫人眼光独到 剧本的问题 我们后续会再做探讨 这部剧的女主 真的很适合江福小姐 而且这是我们平台的大剧 我们会用最好的班底来拍 您可以放心 怎么放心啊 父亲从书房走出来 不留情念地揭穿 你们大俄视频内部 被财务星号星号和派系内 抖角的乌烟瘴气 拿着这种剧本来骗我女儿主演 怎么 是资金链出了问题 想让我们江家救场啊 理智片被戳穿心思 脸都绿了 宋姐给我使了个眼色 是以我在向父母争取争取 毕竟这是不大剧 我刚要说话 林望蓝已经把剧本 和上帝还编理智片 下了逐客令 江晨 送客 我甚至没来得及翻译下剧本 就眼睁睁看着哥哥 把理智片送出了门 江可知的话 忽然就在我耳边响起 他们会操控你的一切 这个家只会令你窒息 就在我差点被他的话动摇时 母亲递给我一本名为 梦中鱼儿的剧本 这是不文艺片 你去试试女二这个角色 从原本的大制作女主 变成了文艺电影 离少有人会关注的女配 理智片是个记仇的 推了风云令后 我在夜内的名声 变得微妙起来 电影节红毯上 我和江可知相遇 江可知穿着当季最新款的高定 站在媒体区 不少闪光灯对着她 她的美貌在圈内不算顶尖 却也还算每人一个 因为咖位问题 我被排在她后面 我身上穿着的裙子 是一线奢牌设计师 未公开的新款 这件裙子足够厌压红毯上压轴的影后 可我并不开心 是因为我自己的实力 而是江家的门面 那些奢牌 只是看在 我是江家真千金的面子上 才给了这条未公开的隐藏款 我虽然有些心虚 但顶级高定加深 我轻而易举 成了红毯上最惊艳的女星 下了红毯后 我就撞上江可知的臭脸 你最近根本没有新剧上 资源早就跟不上了 Jersey怎么可能 借你这种规格的裙子 她到底也做过 江家20年的千金小姐 一下就猜出来了 是那些大牌 看在你是江家人的份上 才给你的吧 江福 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 还不是靠着家里的关系 不像我 从来是自力更生 我有今天 都是靠我自己的实力 我冷笑 自力更生 先把你名字里的江姓去掉 我才信你是自力更生 江可知瞪了我一眼 我无视他 我才回江家不到半年 而你却是江家养大的 说起靠家里 谁比得过你啊 吃着江家的红利 还又当又利 装到我面前来了 真可笑 你江可知说不过我 他恼羞成怒 别逞强了 你在江家待了半年 身上所有代言和影视资源 都被那个女人推光了 违约啊 你知道 夜内现在怎么评价你吗 没人比你的风评更差了 这时 池够走了过来 他从宴会厅 拿了一个举办方 免费提供的泡芙 递给江可知 泡芙上的奶油 凹进去一个洞 江可知一脸甜蜜的结果 问奶油上 是不是有什么点缀的甜点 池够 有一颗樱桃 我拿来吃了 怎么 嫌弃我吃过的 江可知立刻笑得眉眼弯弯 怎么会 你吃过的更甜 池够 你好宠我呀 他似乎想炫耀什么 玩过池够的手 朝我晃了晃那颗 被吃了樱桃的泡芙 江福 你永远不会知道 这颗泡芙有多甜多好吃 只有这颗泡芙 能给我加的感觉 这种感觉 你们江家给不了我 我一点都不羡慕 甚至觉得 这样的江可知 愚蠢又可怜 一个男人吃过的樱桃 居然能让他如此兴奋 江可知 被江家抚养了二十年 按理说 不该被男人的一个甜点骗走 唯一的解释 就是他精神贫瘠 男人廉价的取悦举动 都能令他如 此兴奋 可笑又可怜 宋姐走过来对我说 看那边 那个跟一群导演谈笑风生的 就是这次的相亲对象 叫严旭 严氏的大少爷 人长得可帅了 而且很高 宋姐的声音不小 这些话 江可知也听见了 他翻了个白眼计笑 无趣的相亲对象 他们只会用金钱 这种俗物来展示自己 你就做好被一轮 一轮相亲的准备吧 好心提醒你 你的这些相亲对象 都是我当年 看过不要的哦 江福 我不要的垃圾 你到上赶着去捡 江可知着迷地看着迟垢 那些豪门少爷 没有一个比得上迟垢 迟垢抚摸一下额头 又摸了摸下恶线 对江可知 露出一个宠溺的笑 我地铁老人看手机 心想 比迟垢还差 那得差成什么样啊 严旭也看见了我 他朝我走来 你好 江福小姐 你好 严先生 我也礼貌地笑了笑 惊讶地发现 他不仅长得比驰够帅 身高逼近190 身材挺拔 气质还很清爽 不像驰够那样 浑身适游 你今天很漂亮 严旭拿出了一个可爱的礼盒 听说你的作品 入围了电影节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我打开礼盒一看 里面是一颗深蓝色的钻石戒指 和我今天这身礼服很配 也和我入围的电影深蓝的主题很般配 他很用心地准备了礼物 虽然我清楚这只是这群少爷的基本涵养 其实我也不是个物质的人 但看了看姜可知 那是若珍宝的 少了一颗樱桃的泡芙 我忽然就觉得 这颗蓝色钻石美极了 严旭确实认识姜可知 他同样会以礼貌地笑 并不多说什么 姜可知的眼睛直直盯着我手上的蓝宝石 嘴上却嘀咕 装什么 一个我瞧不上的相亲对象 严旭没有答话 但我却信他听到了 姜可知又高高在上地讥讽我 你真俗啊 姜福 我本来还犹豫 听他这么一说 我立刻把蓝色宝石带进指尖 灯光下 宝石光彩溢溢 我笑得明媚动人 我就是个俗人 你爱你的泡芙 我爱我的宝石 我又看向池垢 池垢 你怎么不送他宝石啊 是不想吗 池垢的眉宇 凝成穿字 十 姜可知咬牙切齿地走了 等他走后 我拿下戒指 恢复正色 不好意思啊 严先生 刚刚我就是气气他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严旭明朗地笑了笑 看着我的眼里带着光芒 江福小姐 你很有江家的风骨 坦诚率真 果然是真千金 我一直认为 血缘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品格的高低贵贱 但在姜可知身上 这句话是对的 严旭你 那人真高级啊 礼物收下吧 严旭握紧我的手 让那颗宝石躺在我的手心里 你刚刚 听到他说什么了 我问 为什么不生气 严旭一笑 跟蠢人计较 是对自己的残忍 宴会听的音乐响起 他很有绅士风度地朝我伸出手 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我刚学不久 没关系 我教你 我莫名信任他 将手交给了他 我是你家里安排的第几个相亲对象 我笑了笑 第五个 延续沉吟了片刻 随着音乐的节奏 搂住我的腰 希望我是最后一个 十一 申兰是我前两年拍的电影 入围的是最佳女配 无一例外陪跑了 姜可知也没有拿到奖项 但他红毯营销的话题 一直挂在热搜榜上 把最佳女主的风头都压了下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今晚拿了影后呢 宋姐问我要不要也营销几个话题 毕竟我身上这条裙子 价值三千万 就算没得奖 也可以吵吵话题 没得奖 我没脸吵话题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挂断了宋姐的电话 我心里想着各种事 那不被母亲推掉的大制作 文艺片的女配 延续对我的心动 各种事情填满我的思绪 归根结底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被姜可知压一头 不甘心姜佳的脸面 被他这样的人代表 深夜 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花园里 姜辰来找我 他猜出我为什么不高兴 特意解释 小福 风引令的制片 是为了拉姜佳的投资 才把剧本送到你手里 他们动机不纯 我们不希望拿你去冒险 我们姜佳的千金 配得上最好的剧本 而不是这种次品 哥哥揉了揉我的头发 笑得温柔 别不开心 我撇着嘴点点头 懂事地答了一句 我知道 我没有不开心 没有不开心 哥哥还是笑着 他 看了一眼我手边崭新的剧本 这么多天了 剧本怎么一页都没翻开看 晚上吃饭的时候 也念念的 你今天在宴会上 碰到可知了吧 他肯定跟你说过什么话 你别信他 你要相信你的家人 相信你的至亲 哥哥在集团管事 平时总是一丝不苟的总裁模样 但今天 他单膝蹲在我面前 在月光下柔声哄我 跟我讲道理 完全看不出一点生人无尽的气场 看在他的面子上 我翻开了梦中鱼儿的剧本 没想到才看了第一页 就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进去 我要出演的角色 秦宇虽然不是女主 却是整个故事的灵魂人物 跟你合作的是影帝黄奇 和影后魏蕊 导演是我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 他在国外电影节拿奖无数 这是他归国的第一部电影 只要你投入进去 哥哥相信你一定能得到智的飞跃 我心中的不甘在好剧本的冲击下 烟消云散 如哥哥所说 我的确不需要留恋那种次品 因为我配得上最好的 我签下了梦中鱼儿的女配 与此同时 热搜第一爆出 江可知 风引令女主 我不要的剧 被江可知视如珍宝地捡起来 听说他私下这个女主费了一番功夫 还截胡了其他被选的小花 他这么想要这个女主 有一半原因是 这部剧的男主定给了持购 理智片上门时 刻意隐瞒了男主选角 现在看到他们定下持购 险些隔应的 我把早上的饭吐出来 幸好没接 我可不想看他 对着我抹下恶现装申情 我安心在梦中鱼儿的剧组里演女二 演女主的影后 对我十分照顾 时不时教导我 如何有效传递情绪 而影帝黄奇 则是张教授的得意门生 开机那天 张教授亲自到片场 提醒黄奇 我是他同门小师妹 黄奇得知这一层关系 对我更加耐心指导 于是拍一部戏 我直接收获业内顶尖影地影后的实战指导 再加上导演也是个天才艺术家 整部戏拍摄得异常顺利 我沉浸在角色里 对外界的杂事不听不闻 直到假期 我才回了一趟家 一回家 就撞见姜可芝 带着池垢上门 姜可芝哭得梨花带雨 妈妈 你真的不认我这个女儿吗 如父亲所料 封银令拍摄到一半 资金链因为大额视频内斗断了 导演跑了 整个剧组爆雷 姜可芝时隔两个月再回到姜家 就是为了让姜家出资 母亲心软 让他们进了屋 在门厅的时候 管家提醒一起进来的持购拖鞋 再进客厅 持购抹了抹自己的下恶线 姜家规矩挺多呀 她一边说 一边不用手就换鞋了 客厅里只有我跟母亲两人 父亲在书房 不屑再见姜可芝 哥哥今天去集团处理会议也不在 姜可芝挤走我的位置 坐在母亲身边 眼里含着楚楚可怜的泪珠 妈妈您再帮女儿一次 现在剧组开不了工 我前面两个月的拍摄都白费了 夜内都等着看我笑话 我特意调大了电视的声音 最近被张教授要求看剧版三国演绎 正好放到诸葛亮骂王朗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被名寒的姜可芝抽气起来 持购上前挡住电视 姜福你在捣乱 信不信我把你家电视砸了 再拆了你的骨头啊 我打量持购 吃笑 混混就是混混 撇了层明星的皮 还是改不了那副痞子样啊 你说什么 持购指着我 下恶线飞出 姜福要上前打人的姿态 够了 母亲呵斥了一声 瞪向持购 持购根本不把母亲放在眼里 但姜可芝一直朝她使眼色 提醒她 今天是上门来求人投资的 持购这才收敛了气焰 却指了指我 姜福拽拽的表情 是街头混混常用的无声威胁 你要是想让姜家 投资救你的那部剧也可以 母亲发话说 你今天就当着我的面 跟持购分手 只要你们断个干净 我不仅投资电视剧 我还可以任你回姜家做养女 多么好的条件 这是独属于母亲 对女儿的宽容与优待 哪怕这个女儿并非亲生 看在二十年的母女情分上 她也愿意给这个 令她失望韩星无数次的 假千金一次机会 我本以为姜可芝会哭着答应 没想到她忽然 从沙发上暴跳而起 又是这些话 妈妈 你为什么这么看不起持购 就因为我喜欢她 你就看不起她吗 我明白了 你不是看不上她 你是看不上我 你就是不想我好过对不对 天底下有你这样做母亲的人 我听了这话 也从沙发上暴起 她养了你二十年 你敢说她不配做母亲 就是不配 她就是要控制我的整个 人生 如果不是她 我十八岁那年就不用堕胎 我可以生下那个孩子 跟持购组建一个小家庭 可这一切都被这个女人毁了 我本来已经给持购生儿育女 这一切的美好都是她毁了的 姜可芝指着母亲 仿佛在指着一个仇人 我就是要叛逆 我就是要反抗 在这个家 我简直要窒息 妈妈 你跟变态控制狂有什么区别 只有持购 只有她能给我家的感觉 母亲原本还想拉姜可之一把 但她这些话说出口后 母亲整个人似乎惨败下来 她眸光里没有泪 却透着令人伤感的寒心与绝望 够了 养了二十年 养了一只这么会反咬的白眼狼 父亲从书房里出来 怒声冲姜可知道 滚 带着你的爱情 你的男人滚出姜家 你根本不配姓姜 姜可知的气焰 也只有父亲能压得住 她哭得梨花带雨 好像谁辜负了她似的 她扭头带着持购走 本来可以潇洒来去 在门厅处 持购却不得不停下来穿鞋 她那双黑色皮鞋的跟很高 她左脚穿上鞋后 直起身体时 右脚就被架高了十厘米左右 大概是不想在姜家的屋檐下低头 她挺直几倍 穿鞋都不肯弯腰用手 就往鞋子里映射 试了几次还穿不好 右脚时不时落地踩一下 我凑到母亲身边 对伤心的母亲说 妈妈 别难过 给你看个现成的魔术 我指了指正在穿鞋的持购 在她右脚落地时 一米六 在她右脚踩上鞋子时 又变成一米七了 一米六一米七 一米六一米七 我念着口号 持购在门口的动作 跟我的口号十分默契 母亲终于被我逗得破涕为笑 她抱住我 小福 以后妈妈心里 只认你一个女儿 不知道是从哪里收到了消息 江沉突然结束会议回了家 症状上还未上车离开的江可知 江可知脸上泪痕未干 头发被风吹得有些杂乱 她看着江沉 我这么狼狈 你开心了 江沉一愣 发生了什么 江可知走到江沉面前 点起脚尖凑近她 哥哥 你还当我是你妹妹吗 你说过我想要什么 你都会给 是吗 江沉没有后退 也没有回绝 江可知抓起她的领带 风吟令的资方想撤资 我求爸妈投资帮我 他们不肯 你那个真妹妹 还对我冷嘲热讽 已经坐进车里的 池垢不满的说 你求她做什么 江沉也怒气冲冲 你是怎么照顾她的 我怎么照顾她 用得着你管 池垢下车 想跟江沉吵架 江可知拦住了她 她抓住江沉的食指 语调带着撒娇意味 我知道江家的大笔投资 都得经过爸妈签字 我不为难你 你把和林影视收购了吧 和林氏风吟令最大的资方 林珊珊不是一直喜欢你吗 你收购她的公司 来投资我的剧 哥哥求你了 江福你哥就是恋爱脑 没救 哥哥为了帮江可知 要收购和林影视的消息 我还是从林珊珊口中知道的 林珊珊来探班时 看我头发还没造型 直接上手拨开我头发 恋爱脑会遗传 我要看看你的脑子 别跟你哥哥一样 我哭笑不得 你放心 我只求荣华富贵 不求一丝真情 林珊珊这才放心 我却看出她情绪很低落 回到江家后 我听了不少豪门各家的恩怨情仇 林珊珊对我哥的喜欢 已经从学生时代的暗恋 变成了圈内皆知的明恋了 鉴于我哥对江可知的恋爱脑 林珊珊从来没有明说自己这份心思 也是为了避免尴尬 但今天 她实在是忍不了了 她当着我的面 把我哥这个恋爱脑骂了半个小时 我给她递了杯水 让她润润喉 她喝完水 继续骂 老娘这辈子 就没见过你哥哥这种惊世骇俗的恋爱脑 呃 我指了指林珊珊背后 江辰今天正好也来探班 林珊珊杀住了到嘴边的骂 你没听见吧 江辰 全听见了 一字不漏 林珊珊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我看到哥哥手里提着一个小蛋糕 故作惊讶的欢呼 哇 妈妈又给我做小蛋糕了 江辰把蛋糕递给我 眼睛却盯着林珊珊看 她正要说什么 隔壁剧组忽然想起一阵尖锐的男声 这不是违约的江辅大小姐吗 我寻声望去 说话的是桃花瑶的导演赵健 桃花瑶换了个女主后 只拍了两个月就草草杀青 宋姐从业内看片会打听到 这句虽然明 头大 但从导演到剧本都稀烂 完全就是个坑 幸好当初母亲让我毁约推掉了 否则我的演员生涯就要多一部大烂片 宋姐 封一令的导演不是跑了吗 赵健是走关系进来当的总导演 现在这部戏是赵健在拍 赵健的嗓门很大 现在又都是剧组的休息时间 江可知和迟购也被吸引了过来 赵健对我当初的毁约十分介怀 阴阳怪气说 推了桃花摇海 以为你演上了什么大制作呢 结果就去文艺片里混女配啊 说话放尊重点 江辰将我护在身后 尊重 江福开机前临阵毁约 他尊重我了吗 这是真说起来 确实是我毁约在前 江辰却冷声回机 小福毁约后 江家赵合同三倍 赔偿片酬一分不少 早已两清 你今天要是想拿毁约的事 诋毁我妹妹 先把赔偿还给江家 我现在就联系江氏的律师团来处理 哥哥做事要打电话 赵健秒耸 陪笑着说 江总 江总 开玩笑 刚刚只是开个玩笑 您别当真啊 什么妹妹啊 江可知泪眼朦胧 上前质问江辰 你不是说你只有我一个妹妹吗 看出她是在极度 林山山捂了捂鼻子 大声道 好臭的错位 我抓住江辰的手腕 理直气壮 中气十足 是只有一个妹妹 就是我这个亲生妹妹 你一个跟江家断绝关系的人 在这边叫什么 江可知眼眶一红 又开始楚楚可怜的掉眼泪 他在我哥面前 好像格外脆弱 石垢看到他哭 立刻上前英雄就美 他对我说 江福 你可要小心啊 你爸妈是控制狂 你这个亲哥哥 可是个会觊觎妹妹的 星号星号变态 石垢 你胡说什么 比我先激动反驳的是林山山 他冲上前护着江辰 我胡说 可知是他妹妹 他还感动那种心思 不是变态是什么 持构意有所指的看向我 江福 晚上睡觉的时候小心点 被子带岩石啊 他话里的恶毒 像毒蛇的杏子一样 朝我脸上吐来 对江辰更是杀人诛心 江辰的确跟江可知告过白 那是在血缘鉴定已经出来 假千金板上钉钉之后 他才倾诉了自己的心意 在江可知成长的二十年里 他对他的照顾 都只是出于最正常的兄妹之情 这本来是江辰跟江可知之间独有的秘密 哪怕江辰被江可知拒绝 江可知也该为他保守这个秘密 可是江可知没有 他甚至把这个当成笑话说给池垢听 用来取悦池垢 于是这个秘密在今天就成了池垢筒向江辰的刀 江辰寒心地看着江可知 江可知躲在池垢身后 他低着头 眼睛向上看着江辰 那是一种既疏离又可憎的目光 他用这种目光看 从小照顾他长大的哥哥 我气不过 抢过江辰手里的收购计划书 撕成碎片砸在江可知脸上 他真的为了你去收购公司 你却这么对他 拿他的信号信号去讨好你的男人 江可知 吃江家的饭砸江家的碗 当大白眼狼让你当明白了呀 池垢想说什么 我直接大声警告 需要我大声提醒你的粉丝 你高中的时候就跟女同学在厕所乱搞吗 纯情处男池垢先生 剧组这一闹 江辰的收购计划彻底作废 封银令再次陷入资金的问题中 江可知数次想找哥哥道歉 在求他出钱 哥哥都没再见他 因为林珊珊那天趁着情绪上头 直接对伤心的哥哥吼了一句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一点也看不出来吗 瞎呀 要让一个瞎子察觉到爱意 那就只能诉诸处决 抢吻 被林珊珊抢吻后 哥哥整个人都凌乱了 好几天没回过神 自然也没空再管江可知的破事 不过很快 宋姐就带了消息来 说封银令的资金问题解决了 新的投资方看在持购的面子上入局了 我心想持购面子还挺大 宋姐笑而不语 暗示我可以等等 说不定有江可知的笑话看呢 一周后 我在梦中鱼儿的戏粉杀青 宋姐拿到的后续资源 还局限在各个平台的大女主偶像剧上 哥哥却给我递来知名大倒挪威的女主试镜机会 试镜现场 江可知也来了 她大概是从持购那里得来的消息 但持购今天却没陪她一起来 试镜的片段是剧本结局的一段戏 结局时 主角通常已经历过万千沧桑 试镜这一段戏 要求演员快速跟角色共情 难度非常大 我和江可知同时拿到剧本 通常试镜的其他女演员 还在细读剧本台词时 江可知已经放下剧本 说她要第一个来演 罗维示意她上台 江可知一到舞台中央 立刻大悲大喜 眼泪横流 痛哭出声 把现场所有人尬得无语 罗维摆了白手 不想评价 江可知却自信满满 实话说 这还是我出道以来 第一次用试镜的方式来争取角色 以前都是编剧和导演上门求我演的 罗导 你应该知道该选谁做女主了吧 她的傲慢无礼 令在场所有人嗤之以鼻 罗维保持着面上的礼貌 她看向我 不如让另一位江小姐上台演示一下 和江可知不同 我此前的所有角色 都是我自己试镜争取来的 回到江家后 才有了江可知口中那种 导演编剧上门求我演的情况 我熟读剧本 揣夺着人物 在站在罗导眼前的那一刻 我此前被母亲控制在学校里苦读的所有知识 都汇聚起来帮助我 我的眼神系 得益于影后的教导 能精准传达情绪 我的台词 得益于配音老师的指导 能饱含深情 我的形体和表演 得益于张教授和梦中鱼儿的表演经验 舒展而自然 当我沉浸在角色里 演完整个视镜片段后 现场所有人 包括罗导和其他竞争的女演员 都为我响起掌声 宋姐甚至在台下看哭了 之前她还对江家干预我的事业而颇有微词 现在她已经彻底理解了 江家做的所有选择 没有从前的累积 换不来我此刻经验的爆发 没有任何悬念 我的电影女主属于江福小姐 罗维亲口定下了女主 其他女演员书的心服口服 只有江可知一脸不甘 江福 你凭什么 凭什么 我勾唇一笑 凭我愿意听父母的话 走稳脚下的每一步路 江可知咬牙切齿 你不过就是靠着江家 我是靠了江家 我的父母拿他们前半生的经验 为我指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但这段路的每一步 都是我自己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他们同样也为你指过路 你呢 浮躁虚荣 被一个男人迷了眼 枉费他们一片苦心 你就是个恋爱脑白眼狼 你江福你 江可知气得发抖 我却始终笑着看他 仿佛再看一个笑话 江可知是令你窒息的江家 成就了今天的我 你好好看看 什么是江家的真千金 江可知是竟失败后 他和池垢的新剧《风中奇迹》 也因为剧情和演技 被观众骂得狗血淋头 这部剧的剧情 离谱到男主背叛整个国家 就为了跟女主结婚 而女主放弃神族拯救苍生的责任 就为了照顾男主一日三餐 女主放弃区区杀父之仇 但愿做男主的娇妻 天下苍生都只是男女主恋爱 play的一环 观众从戏里骂到戏外 发现江可知就是个娇妻恋爱脑 而持购则美美隐身 宋姐说 持购的经纪人有点手段 发现风向不对 立刻让营销号把江可知 推出去吸引火力 江可知现在迁在持购那个公司 没有江家背景 他什么话语权都没有 那个公司当然是保持购了 封营令的女主 也临时换人了 宋姐之前说的笑话 终于成为现实了 这部剧后来的投资方式 持购的富婆女粉丝 富婆说他可以出资投资这部剧 但要求他来做持购的女主 江可知闹了几回 都被持购关在门外没搭理 最近大鹅那边确认了 封营令的海报都把江可知删了 江可知以前拍的那些片段 全部是废片 他现在处境可是一落千丈啊 江辰也看到了最近的新闻 以前他也出过这种事 在剧组对几个群演小姑娘翻白眼 骂人家长的又矮又丑 跟那个混混学的 没素质没教养 但父亲出面 帮他把热搜压下去了 现在呢 我好奇的试探 哥哥你还会出手帮他吗 江辰正在挑珠宝 我没空 姗姗的订婚戒指 用什么宝石还没订下来呢 严旭家里是做宝石生意的 你让他给我点参考意见 他上次送你的那颗蓝宝石 他卖行估值四千万 我笑着给严旭发了这条消息 看哥哥现在对江可知的事毫无波动 我也放心了 就怕江可知缠到他面前 见面三分情 到时候哥哥还能保持心硬吗 我的担忧果然成真了 和林珊珊订婚那天 江辰的手机响了起来 跳出的备注是联名待姓的江可知三个字 林珊珊瞥见了 却当没看见 他等着看哥哥怎么选 哥哥开了免提后才接起电话 电话一接通 江可知哭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哥哥 我怀孕了 迟够不管我了 我好害怕 你能来找我吗 江辰冷漠地提醒他 你不会不知道我今天订婚 江可知抽气的声音传来 我肚子疼 订婚由我重要吗 你又不喜欢林珊珊 你明明喜欢的是我 江辰的声音十分淡漠 你不是一直想给持构生儿育女吗 恭喜你 得偿所愿了 以后你发生任何事 我不会管 爸妈也不会管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 不是说这个家令你窒息吗 现在没有人会管你 你自己好好享受这种自由吧 江辰无视了江可知的哭诉 直接挂断电话 拉黑了他的号码 而后起身理了理自己身上的西装 朝林珊珊伸出手 穿一席粉色高定裙的林珊珊 笑着牵上她的手 走入订婚的宴会厅 之后 听说哥哥用了些手段 隔绝了江可知连记上她的一切可能 半年后 梦中鱼儿 获得了文艺片史上最高的票房 我的角色秦渝 居然力压女主 成了话题性角色 梦中鱼儿 也成了我第一部 能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金玉奖颁奖礼上 梦中鱼儿 包揽无数大奖 而最佳女配角的奖项 则花落我手 上台领奖时 我的父母坐在观众席上 为我鼓掌 镜头给他们 他们脸上写满了 为我儿生的骄傲与自豪 我捧着奖杯 看着观众席上 我的父母与兄长 感激地说 可能有很多人会质疑 我拿到这个奖 是因为江家的缘故 我不怕这些质疑声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脚下走过的每一步路 都踏踏实实 我今天得到的成绩 都是我应得的 父母是我成功路上 最好的引路人 如果没有他们 我可能还要试错无数次 才有今天 爸妈妈 我爱你们 哥哥 谢谢你 严旭瞒着我走上台 当着在场所有业内同行 和几千万观众的面 他单膝跪地向我求婚 在全场羡慕的欢呼声中 我伸出左手 让严旭为我带上了 那颗拍卖的来的鸽子弹钻戒 无人留意的角落里 一个穿着保洁服伪装身份 肚子却高高隆起的女人 极度地看着这一幕 颁奖礼结束后 母亲和父亲 接受了后台的记者采访 我换了一身新裙子 手里捧着延续送我的玫瑰花 正开心时 一个身材肥大的宝洁 突然冲破记者的重围 跌跪在我父母面前 爸爸妈妈 是我呀 我定睛看去 才认出这是销声匿迹半年多的姜可芝 跟持购合作的古装偶像 聚毁了姜可芝的名声 网友后续又扒出不少他的人品瑕疵 后来又遭遇风吟令撤资换脚 听说他去酒店 当场撞破了持购 和那个富婆在床上的乱世 那时他肚子里已经有了持购的孩子 半年前 我父亲强势地让人摘取姜可芝的姜姓 让他恢复了原本的张姓 原本 姜可芝在圈里 还能借着姜家的影响力留有一席之地 失去姜这个信后 却是明着告诉所有人 他是个被姜家豪门彻底放弃的假千金 于是 圈内再没有人高看姜可芝一眼 他被观众唾弃 被业内抛弃 被持购丢弃 肚子里的孩子 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他大概还想着看在孩子的份上 持购多少会照顾他一二 现在看他如此狼狈 原来电影节现场 都得靠保结缘的衣服伪装才能入场 看来持购根本没有再管过他的死活 延续看到了这一幕 诞生道 持购合作一部戏 爱一个女演员 且从来不公开恋情 毫无担当 张可芝并不是什么例外 不过他以为他自己是例外 所以下场不会太好 妈妈 我错了 我错了 张可芝挺着肚子 抓着妈妈的裙摆 油泪哭球 我跟持购分手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你让我回家吧 我想回家 你说我做你的养女吧 我以为妈妈会心软 毕竟张可芝如今真的很惨 她肚子里的孩子 看着已经六个月了 林望蓝从头到尾 没有正眼看在她脚边跪球的张可芝 她牵过我 对张可芝说 小福如今拥有的一切 原本我也会给你一份 是你自己不要 为了一个男人 能抛弃养你二十年的家庭 现在被男人抛弃了 才想起养育之恩 我费心养你二十年 你却毫无长进 一个男人就是你的全部 男人比天大 张可芝被质问得抬不起头来 妈妈 我现在只想回家 你不是想回家 你是想回到江家 继续过衣食无忧的日子 你是被现实社会毒打后 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 所以才选了江家这条退路 你今天做小福地看似之错 其实不过是想梦骗我 激起我的同情心罢了 日后再有一个男人 或者那个混混持购 对你回心转意 你会立刻再次抛弃江家 张可芝 你已经不姓江了 你觉得我在控制你 你说这个家里你窒息 那么江家永远不会再有你的容身之所 当着媒体的面 母亲把张可芝逐出了家门 比起豪门恩怨 现场的记者却捕捉到了最重要的信息 张可芝跟池垢谈过恋爱 算算时间 张可芝肚子里的孩子 很可能是池垢的 这半年 池垢在那群粉丝的保护下 每每隐身 本来以为风波已经过去 没想到张可芝在颁奖礼上这一闹 池垢和他昔日的恋情 又被搬上了热搜 成了持购洗不掉的黑料 那日嫂子跟我说 她和哥哥逛超市时 遇到了张可芝 那是一个高档超市 物价都在百元以上 张可芝放不下曾经千斤的架子 时不时会来这种超市 蹭一下新品试吃 她试吃一个面包片时 抬眼就看见江晨推着购物车 林珊珊在旁边挑选进口的水果 随便拿了一盒蓝莓就要200 为什么她会知道 因为以前江晨也曾经这样带她来逛超市 林珊珊肚子微微隆起 江晨时不时摸摸她的肚子 张可芝就猜到林珊珊怀孕了 她看了看自己的孕度 不免伤心难过 如果当日接受了江晨的告白 江晨的爱和富裕的物质条件 本该属于她 她放下是吃的面包片 销售员白了她一眼 把她是吃过的面包片 扔进垃圾桶里 张可芝出现在江晨面前时 江晨立刻护住了林珊珊 甚至不听张可芝解释 就让保安把张可芝 请出了这个超市 忘了说了 这个超市因为离家近 近的水果也都是林珊珊爱吃的 所以婚后 哥哥就收购了这家超市 她知道张可芝封起来 什么都敢做 所以直接下令 不准让她再出现在江家的任何产业里 免得伤害到林珊珊和她肚子里的宝宝 你哥哥的恋爱脑好像好了 林珊珊说 我笑着说 是因为她现在恋爱脑的对象是嫂子你呀 林珊珊笑得花枝乱颤 忽然深呼吸了一下 哎呀 宝宝踹我 在厨房炖汤的哥哥 也不知道怎么听见了 几乎瞬间就一到了林珊珊身边 安抚她 还有母有样的教训为出事的孩子 不许欺负她老婆 我笑着看着这一幕 看着他们如此幸福 我也憧憬着自己的婚姻 延续最近有些婚前焦虑 婚前这段时间 我忙着拍罗岛的戏 她让我好好搞事业 婚礼的策划交给她 严家父母和我爸妈是世交 爸妈对我又有点补偿心理 因此婚礼在他们手中被策划得无比盛大 每一个细节都逼近完美 在我幸福的步入婚礼殿堂时 娱乐圈正闹得鸡飞狗跳 张可之不甘心 自己的人生就这么毁了 她居然出面指正 说迟垢在她高中时 就怂恿她退学打工 嫁给她做小老婆 要不是将家父母极力阻止 逼着她去上了大学 她的人生早就提前毁了 她跟我在厕所发生关系时 比我成年还有十天 也就是说 迟垢当初强奸了未成年的我 我已经报警了 张可之凭一己之力 把迟垢从顶流的位置上拉下来 还让她缠上刑事案件 迟垢极力辩解 说当时是张可之先勾引的她 张可之满口否认 这种事 只要女方说一句 自己被强迫 那么男方就算不进监狱 也会名声涂地 再抬不起头来 两人在警局对峙时 迟垢混混本性暴露 居然推了张可之一把 张可之父中的孩子因此流产 迟垢也因为强奸未成年人 和故意伤人罪被拘留 顶流之路算是到头了 而那部封银令早就成了业内笑话 现在制片方正 忙着找18线小胡咖给持购 AR换脸呢 再见到张可之时 是在两年后 她似乎老了十岁 曾经的美貌消失无踪 身上穿着最便宜的地摊货 她来到严家门前 想应聘保姆 没想到严家这栋别墅的主人 就是我 她曾经看不上的相亲对象 是这栋别墅的男主人 客厅里 摆着两座属于我的影后奖杯 她扫过奖杯时 眼里闪过一丝极度与懊悔 她以为她掩藏得很好 但我全都看见了 我沟纯冷笑 当日一早上 能赚二十万片酬的大明星 如今怎么落魄成这样了 张可之仰头看着我 已经没了以前的高傲姿态 却想着凭借从前的情谊 或许能淘点好处 姜福 你能收留我 给我一口饭吃吗 我沟纯一笑 不能 我们家不养废物白眼狼 也怕你来了我家 你会窒息 张可之脸色精彩又难堪 我已经知道错了 当初爸爸妈妈对我严格要求 是为我好 是我 我不知好歹 你知道错 我也没有义务 给你弥补错误的机会 这个世界上 能无限包容你犯错的人 只有父母 可你把他们的心都含透了 我冷眼看他 再者 那是我的爸爸妈妈 不是你的 我让管家送客 其后他的死活 将家再没有人过问一句 任他自生自灭 懂得感恩 并能脚踏实地的人 才配得到爱与幸福 白眼狼 不配 玩街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